阿里瑞阿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 让小弟再次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里跟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同来查考圣经 分享圣经当中神的话语 跟圣经当中的教训 小弟今天想要以我该看中的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去年小弟的主管刚退休 当时在跟主管聊天的时候 他整理出一箱 一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打开来看到里面 满满的从他大学 说博士班到教书之后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奖状奖牌 在学术界上面有一些成就的东西 在跟小弟聊天当中就看到 小弟的主管就一张一张 把那些东西给撕掉 给拆掉 那我就好奇地问他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丢掉 这不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很荣耀的一些证明吗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却对小弟说 这对我一生来说都是虚服 都是空虚的 这句话其实对小弟来说是非常的 以一个畏信主的人来说 对小弟来说是非常的有震撼力的 那其实很多世上的人 他们会在乎的是什么 他们会看中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财富跟世上的荣耀 那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看中的应该不会是这一些 但是不可否认的 世上有很多人 很多事情跟很多物件 我们会去看中 那这些东西呢 会让我们生活更加的富足 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 去管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这些人事物 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心灵情感的依托 那也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感 就像是小弟先前认为的 这些都是主管 他应该很有成就的东西啊 但却在他眼中 这些都是很虚服的东西啊 那这些事情 这些人 这些物品 都有他阶段性的任务 好比说我们现在生活富足 我们会需要一些金钱 那通俗的说法 金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呢 很多人会觉得万万不能 那所以说我们在 很多人在出社会 甚至是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就会学会如何去理财啊 如何去控制管理现金流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对将来的自己 能够更无后顾之忧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什么 会去追逐某些能力 追逐某些权利 那这些的确也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职场当中会有一些用处 甚至在我们进入职场核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能力 这些权利去达到管理 去达到尽自己责任的一个工具 那以上种种 其实在世上随处可见 不管是实质的 还是精神层面的 在世上都看得到 但是回到小弟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事情都是属世的 这些事情都有他阶段性的任务 那身为一个真教会的信徒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信仰当中 我们该去如何去拿捏 我们信仰跟这些事情的比重呢 以及我们要不要考虑 这些事情 这些观念 会不会危及到我们的信仰呢 很多很多的问号 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 要不断地去解决的课题 那想得很复杂 从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一直到精神层面 世上都有 那也都影响着我们 也都夺取了我们 看重信仰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比重上面 我们要去做一些平衡 那主耶稣曾经在圣经上面 用一个最基本 最贴近民生议题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 从最基本的 从吃开始 从穿开始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 真人经节 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管从小到大 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遗想吗 那阿们 我们再跳到 跳到第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主耶稣的这一段话 深深的提醒我们 从以前那个时代 到现在的信体都一样 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 要去求的 我们首要要去求什么呢 就是像刚才小弟所读到的 第33节这里 33节这边 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话虽如此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想 其实有些状况是蛮艰难的 对某些人是蛮艰难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静静去想 也许我们的所看重的部分 已经失衡了 对于信仰 对于生活 对于世上的一切 它中间可能已经有些失衡了 那从古至今 圣经当中真的有很多 实际的例子 值得我们去反思 那也有很多例子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小弟呢 就列了几项 来跟各位弟兄姐妹 做一些分享 我该看重的 应该是什么 属世的东西呢 还是属灵的东西呢 世上的东西 对我有很实质的帮助啊 我要不要看重它呢 那 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来看 我们现今的财富 那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我们来看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第十章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十七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们再跳到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中间主耶稣跟他讲了很多 那在二十一节这里 主耶稣也提醒他了 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编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二十二节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得色 悠悠丑丑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一个少年财主 那不管他的财富是如何 那既然是财主 在那个时代 所拥有的应该就是牲畜 还有田产 甚至是贾谱 那才称得上是财主 一个少年财主 曾经问主耶稣 关于永生的话题 主耶稣给他的答案 其实令他非常的为难 不但要将财产变卖分给穷人 还要来跟从主耶稣基督 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会 就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 我们拥有财富 我们会怎么去想 我们应该会常常 以感谢的心 来感谢神 所赐给我们的 现有的这些财富 那这是一个真信徒 应当要去秉持的观念 今天不管我们工作如何 可能有人的薪水 是到这个程度 那有人可能 哇 突然高出好多 但是不论如何 今天我们的内心 如果说懂得去看 看见神的赏赐的时候 我们会有满满的感谢 那这是我们应当要有的 那再来出于良善的君书 周济穷人 主耶稣也是会纪念的 那这是主耶稣 对这位年轻的财主 所说的一段话 好 那后面呢 主耶稣告诉他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在第21节的后半段 21节后半段 你还要来跟从我 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那这位年轻人怎么做呢 现在就非常忧愁的走了 财富很多要变卖出去 要跟从主耶稣 其实在主耶稣跟这位财主 当中的对话 那就小弟这样子的看来 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一句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在路上行走 有很多路人 有很多车辆 那今天如果说这一个人 他不是我们熟识的 他不是我们值得跟随的 我们不会跟着他走 那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是否去看重这件事 这个人 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要看重信仰 要看清世上所有的财富 因为他必定会加给我们 我们首要做的是什么 追求神的国神的义 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今生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节 请各位翻开 提摩泰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来看 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六章的十七节 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祝福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 乐意供给人 十九节为自己 基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我们从这两节经节来整合 来看看 我们可以知道今生无定的钱财 真的 他一定可以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 小弟最近在跟同事在谈 有关于买车的事情 同事前正想要换车 我们就趁着中午空档的时间 就上网去看 结果我们看到后来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归纳出一个状况 我们看了车 越看越贵 看了车 功能越来越好 不自主的会被带到那种 哇 眼前的那个 那个屈服 不自主会看到 要让自己的 生活呢 要让自己的生活品质 变得更好更完美 好那这后面都有什么 都谈到钱财的部分 那刚好同事家境不差 那也存了不少的钱 那有投资很多很多东西 在下班之余 甚至在上班的时候 偶尔都会看到同事拿着手机 那有时候看到他的手机当中的数字 是红字 就看到他笑得很开心 那如果是绿色的字 可能他自己就会觉得 一整天就会变得非常的 非常的沮丧难过 那就是他的心情 被那些数字带得高高低低的走 无定的钱财 可以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 钱财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品质 稍微好一些些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 被这样的东西给绑住 因为他终究不能带我们 到神的国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将他带到神的国去 以为了抓着不放 或是毕生投入心力 去钻研如何去投资 如何去取利 其实很容易 慢慢的慢慢的会削弱 我们对信仰的看重 我们周边不乏 有这样的人出现 那其实就小弟 从小在花园教育长大 那也听闻长辈 有提到过一些状况 有人非常有能力 可能原本家境 没有说特别的富裕小康 但是建立事业之后 一开始感谢神 赏赐的恩典 赏赐财富 但后来事业版图 越做越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出现在教会的时间 去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我舍不得这份订单 我舍不得这个顾客的财源 渐渐的就被财力给抓着不放了 连原本跟随神的步伐 也逐渐的停了下来 真的很可惜 所以说他曾经告诫过我们 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情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马们 阿们 所以说他非常的斩钉截铁的 在这一段话当中告诉我们 也训斥着人 不可能爱钱财 拜马们 又敬拜神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看中什么地方 就会往哪个地方走 所以说我们要如何去调整自己 世上的一切真的都是虚浮的 你有再多的钱财 再多的财富 当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 什么也带不走 所以我们应当看中的是什么呢 会是这样的钱财吗 我们先放着 再来我们来 再来我们当看中的是什么 好 那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的第十九章 创世纪的第十九章 创世纪十九章 我们来看第十五到十七节 其实整个创世纪的第十九章 这里讲到索多玛城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这是一个罪恶之城 神决定要将这个罪恶之城给毁灭掉 在第十五节这里 其实已经有多次的要告诫罗德一家 赶快离开 那他的女婿却以为他就是在说儿戏 那觉得这不是真的 直到十五节开始 十五节 天明了天使 吹逼罗德说 起来 你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十六节 但罗德迟迟迟延不走 二人因为一和华 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 不可回头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们被剿灭 阿们先念到这里 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诫 在一个罪恶之城里面 神即将毁灭这罪恶之城了 但是神却连续罗德他们一家 要他们赶快逃离 但是却迟迟不肯走 那直到神的天使拉着他们 告诉他们赶快逃跑吧 不要回头 他们才真的离开 我们再跳到同样一章十九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罗德到了索尔 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 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 和俄摩拉 二十五节 那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城里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二十五节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索多玛城它是一个当时交通便利 土壤肥沃 而且民生非常便利的繁华城市 但是这个城市却充斥着罪恶 充斥着淫乱 充斥着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那再往前 其实在第十八章 创世纪第十八章这里 亚伯拉罕曾经多次向神祈求 不要去毁灭这个城 如果说里面有多少个义人的话 神也不会毁灭 那偏偏这里面却没有义人在 所以神势必要毁灭这城 因为这城太过于罪恶 太过于淫乱了 那回到刚才所提到了 罗德他们一家 到了索尔 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 立刻变成炎柱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思考 罗德的妻子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 当天使领他们逃跑的时候 其实一家人势必是非常急急忙忙的 不可能带那么多家产 钱财跟牲畜 那也许是对神的疑惑 真的有办法去毁灭掉这么宏伟的城市吗 或者是回想到对从前生活的一些眷恋 忍不住回头了 一回头看到想说看到这个繁华城市被灭 真的是很可惜 只是一回头之后就历史变成了炎柱 当人在选择回头 被拯救之后再多回头的时候 其实面对他们的就是败亡 人若说面向虚滑 面向罪恶 内心当中的信仰 就会变得可有可无 甚至是荡然无存 在当时所多玛城的人之所以会灭亡 是因为他们不信 当人不相信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就会失去警醒 失去预备 但是对罗德他们一家却不是如此 罗德的妻子跟罗德他们已经知道 被神所拯救要离开所多玛城 并且带着他们往安全的地方逃跑 结果为什么却在途中丧命呢 因为回头一看 曾经在那里生活的繁华都市 曾经非常优渥生活的过往 曾经非常虚滑浮华的生活 就这样子一夕之间被神给摧毁了 觉得可惜 回头一看 却因此而丧生了 那延伸至我们现在 我们生活当中是否也有出现过 类似的状况 过去未信主的生活真的比较好吗 那周边的朋友日子过得这么快乐 不信主的朋友日子过得这么快乐 我们是否羡慕呢 那很多时候 教会的孩子会觉得说 我今天信主了 为什么爸妈让我受洗 我今天信主了 很多事都有限制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很多事情爸妈都会告诫我 甚至是恐吓我 这个不行 你做了之后会被惩罚 会得罪神 害我心里面觉得痒痒的 不敢去做 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问号在 因为他们疑惑 他们可能对信仰的根基 还不是这么的深 这时候身为父母 身为教会的长辈 真的就要给予一些指导 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该看重的 什么不该看重的 回过头看 可以看到非常繁华的都市 回过头看 可以看到从前那优渥的生活 回过头看 可以看到之前 之前只醉精明的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回过头看 我们的目光却没有办法再望向 神所为我们预备 所给我们的那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们自己要谨慎 以色列百姓也曾经有出过 这样的一个状况 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 连连抱怨 我们来翻开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喜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苦好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以上等等 这些是抱怨的一些话语 以色列百姓其实被领出埃及之后 抱怨连连 为的是什么 回想到从前在埃及 虽然说为奴 但是至少生活无语 有一些可以跟一些埃及人互动 也不会真的是一天24小时都在做工 晚上有自己的娱乐 那埃及的生活也非常的负数 开始会有些抱怨 但是当我们今天被领出埃及地 今天被神领出首都马 预表着什么呢 预表着我们已经被绝数救赎 脱离的那罪恶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就像是天使对罗德他们一家那所说的 往前跑不要回头 那当我们回顾过往 我们看到虚华的生活 跟虚华过往之后 我们就很难看重神的话语 很难看重神的教训 这是我们要常常谨记在心的 就小弟自己 同年龄的弟兄姐妹 因为小弟在高中才受洗 那时候的清教组的学生 其实感谢主后大部分都还留在教会 只是散在全台各地 然后但是有几个之前比较有互动的 就冷却慢慢的不见了 小弟记得在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北 台北先命队当兵 那有一次就是出去 出去到台大那附近 那就刚好看到以前一个 清教组的同侪 那时候小弟高中二年级 那位姐妹呢 她才国一还国二 那时候就看到之后 就看到刚好旁边挽着一个 一个应该是男朋友的手 那对方就是穿得非常的时尚 也有整条手背 也有刺上一些刺青 我相信他有对到眼之后 有一眼有知道说我是谁 我也知道他是谁 只是当下就这么多年 也没有互动也没有联络 就可能看了一眼之后 就低着头 就跟小弟就错身而过了 后来才辗转之后说 这位姐妹已经没有再来教会了 看她的穿着 其实也穿得非常的时尚 那实际状况如何 其实没有互动不知道 那小弟只能用眼前 当下的那个片段 去做一些推想 那也有去问了一下 对方的家人 他的确真的也都没有 再来教会聚会了 可能外面的生活 比较吸引人 教会的生活 比较中规中矩一板一眼 但是这样的中规中矩 这样的一板一眼 却是保护着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应当是更要看重 世上的一切 小弟在前面 最早前面也都有提过 它都是短暂的 有些东西也许对我们生活会有帮助 但是有很多东西 对我们生活 对我们的灵命 是有损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有所分辨 那在约翰一书这里 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我们来翻开第二章的第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这句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拜马门又拜神 我们不能爱世界 又爱我们的天父真神 这是相对的 当我们今天把心放在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心放在信仰上面 当然我们在可能有些人 有些孩子会觉得说 老师你讲话好矛盾 那你生活在世界 怎么不会把心放在世界呢 生活在世界 是神让我们住在这帐篷当中 那一切呢 一切的所需 神都会赐给我们 我们不用去特别特别地去强求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谋取 那我们当然也不要去深陷 在世界的罪恶当中 那只等到神来接我们回天家 那所以说这所多玛城呢 代表的就是这世上的罪恶 世上的众人生活在其中 毫无知觉啊 我们已经被主耶稣所救赎的人 应当以蜀脸的眼光来看待 什么是轻的 什么是重的 应当要用蜀脸的角度来分辨 向着神所应许的那个方向奔跑 直到目的地为止 这样的奔跑不回头才是神所喜悦的 那也是我们应当去看重的 那以上呢是有关于 财富还有世上的屈服的一切 我们要不要看重 放在心里面思考一下 再来第三个 我该看重什么 我该看重神 还是该看重我自己呢 所罗门王是圣经上面 众所皆知的一个智慧王 那当然也在圣经的真言当中 透过神的启示 写出了很大篇幅的一些内容 没有人像他一样有智慧 从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 但是很可惜的 到他的晚年 他的智慧却让他跌倒 并且导致国家的分裂 因为什么原因呢 主要就是他太看重自己的智慧 胜过看重神的话 我们来看猎王纪上的第十一章 猎王纪上的第十一章 猎王纪上的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 十一章第四节 所罗门王他因为有智慧 所以会去分辨 会去判断 会去推演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是神所赐给他的能力 但是呢 他却用了自己智慧 在错误的地方 取了很多外邦人的妃嫔 那这些妃嫔呢 之后当他年老了 却会左右他的信仰之路 那为什么会取这些妃嫔呢 很多时候是政治 跟国家之间的联盟 才会去做的事情 就如同外邦人一样 在第四节这里提到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妃嫔呢 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诚诚实实地顺服 耶和华他的神 我们再跳到第九节 第九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偏离 向他两次显现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他 不可随从别神 他却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 你既行的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你 守的约翰律令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阿们 神大大的发怒 因为这一个君王呢 不行他大卫 不行他父亲大卫所行的 顺服敬畏耶和华 到年老的时候呢 反而被自己的妃嫔给左右 去敬拜偶像 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以所罗门王 以神所赐的智慧来建国 来坚定国家 使国家强盛 这是神的大作为 那如今神要夺回 就是因为他不看重神的关系 我们今天人如果说在智慧上面 有比别人更加的 有智慧更加的富足 却不将神的话 放在心中的话 只看重自己的智慧 胜过看重神的道理的话 就会像所罗门王一样了 本来我们所得到的荣耀 神所给我们的荣耀 却因为我们未能将神的话 放在心中 只看重自己的智慧 神就会夺回 我夺回赏赐给我们的一切荣耀 再赏赐给别人 所以说我们该怎么做 若我们比别人更有智慧 就应当更加谦卑 因为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神所赏赐的 所以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 很有聪明 我们是要看重自己 把自己提升吗 还是该看重神呢 曾经有一个物理学家 这么说 我所期待的教育者 不是追求爬上更高的台阶 而是下台阶陪着脚步满山的孩子 走入大自然的殿堂 看见神创造的美 旧小弟所学的观念 以前的很多物理学家 他们都同时兼具了一个身份 就是神学家 因为当人在研究神的奥秘之后 会开始用一些数字 用一些运算方法 来企图去了解神的大作为 神的奥秘 所以说有几个物理学家 他们就戏称 物理是最贴近神的科学 这是物理学界有些人的戏称 那重点是什么 今天身为一个物理学者 他的专业知识一定非常的高 一定非常的有聪明才智 但是当今天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 不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而是要下来去帮助 用你的聪明才智 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人 帮助人什么呢 去看见神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美好 这是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今天我们愿意将自己的 自己谦卑下来 看重神的话 其实我们会得到了更多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别人的敬重 那也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恩典 神教智慧的人 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所罗门王在最后 世上的最后一步 灵门引脚 错失良机 印证了他在自己 印证了在箴言上面 所说到的一段话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二世 这段在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里面 其实物质跟自我 我们都要很小心 我们都要很小心去放他的笔重 一个人是否能够远离二世 在于他是否能够敬畏神 也在于他是否看重这份信仰 上述的几个部分 看重财富 会使人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却步 看重虚华跟浮华的过往 有可能会让人丧失灵命 那看重自己呢 其实会让自己丧失灵你的福气 因为我们的心中会变得没有神 这三个部分呢 其实都印证了魔鬼的轨迹 那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都包含在这里面 如果这是我们所要看重的 那我们的信仰会非常的微微 岌岌可危 那讲到这里 那我们到底该看重什么东西呢 我们首先来看保罗 我们来翻开十如行传的第九章 十如行传的第九章 十如行传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呢 提到保罗的转变 因为主耶稣亲自拣选他 那主耶稣在第四节这里告诉保罗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从此之后呢 保罗的生命有大大大大大的转变 保罗被主耶稣拣选之前 出生名门 而且非常有自信 并且认为自己所知所学都是对的 所以说他会去破坏当时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经过主耶稣拣选之后 彻底的改变 不但肩负主耶稣所托付 他传福音的这个责任 牧养主养的责任 并且更看重自己 单单看重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 第五节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主 变阳米兹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旧律法上的意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做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这段话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但是每次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 其实内心当中还是有满满的冲击 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人有这么大的转变 就是主耶稣的拣选 当主耶稣拣选我们之后 我们内心会有大盼望 我们会有那属灵的福分 我们也会有那长子的名分 所以主耶稣的拣选 在万能当中拣选我们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看重 非常值得我们去感谢神的 就保罗的身份来说 刚才所读到的 其实他大可依靠自己的才能 去获取名声跟财富 但是主耶稣拣选他 而且主耶稣要用他 所以他内心转变 知道说拣选他的是一位 自尊自大的独一真神 那他也明白主耶稣为他 也明白主耶稣为他 预备好了 为他预备好了荣耀冠名 跟天国的福分 以及给真正领受福音 归入基督的人 所以相较于此 保罗他看重的是什么 财富还是辉煌的过往 还是跟自我呢 都不是 而是主耶稣的拣选 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回想一下 我们是否还记得 被主耶稣拣选当时的感动 是否还记得领受圣灵史的感动呢 其实这样的感动 不断不断地去回想 不断不断地借着主耶稣 拣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赐 我们不断地去思考 其实可以坚定我们的内心 也会将信仰的比重 放得越来越重 也许过去为信主的生活 内心会很贫乏 生活很困苦 但是过去的生活 每天饮酒度日挥霍无度 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但不论如何 主耶稣因他的爱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跟世界分别开来 这样的身份我们要怎么做 应该要像是捧在手中的质保一般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当看重的 就是神的拣选 第二个我们要看重的是 第二个我们要看重的是 为主做工的机会 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这里 说了一个比喻 主人把不同的影子分给仆人 来做一些事情 分给三个仆人的目的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做事情 可以做工 只是依照个人的才干 去做不同的拿捏 给予不同的责任 至于结果 虽然说会有不同 但肯定是好的 主耶稣按着个人的恩赐 也给我们的机会 使我们个案其职 做尽忠的好管家 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尽念 所以我们要看重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看重 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工的这个机会 但是有关于做工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还要再去注意到一点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 二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人若自结脱离悲见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自结是因为我们看重 人若不看重就没有办法自结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尽功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看重这份 可以做尽功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尝实实的看重 能够做圣功的这样一个恩典 当我们如果说看重世俗 我们很容易被世俗带着走 会不小心去触犯神所定的教训 会不小心会去惹神的怒气 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 我们没有办法为神做工 这是非常危险也非常可惜的 所以说我们应当要自结脱离悲见的事 什么是悲见的事 就是那罪恶不洁净的一些事情 属世的罪恶的事情 要去脱离这些事情 我们就能做那贵重的器皿 合乎主耶稣来使用 那我们不管 在此之下 我们做任何事工 相信主耶稣都会纪念 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重的事情 那再来我们最后一个要看重的事情是什么 看重那永生的盼望 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八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 八章二十五节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那所不见的盼望就是那永生的盼望 这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我们生活当中 存在着我们信仰当中 所以说他亲自应许的 在圣明记三十二章四节当中 神所说的话是不会变更的 神是诚实无畏的 所以说今天他简讯我们 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 他必定不会食言 他应许永生总有一天会在我们身上 就是主耶稣从天亲自降临 那死了的人会先复活 存留的人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与主永远同在 这是我们要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看重的东西是什么 我该看重的 主的拣选 为主服侍 为教会做工的机会 再来就是看重那永生的盼望 保罗他花了很多心思 花了很多心意去学了很多 属灵的典章 但是前面的观念都不对了 直到主耶稣拣选他 他才深深知道 原来这就是拣选他的真正的独一真神 他紧紧抓住了 主耶稣的拣选 他也肩负了 主耶稣所托付他的责任 为主做工 最后他不管遇到了任何的一些患难 逼迫他依旧在信仰上始终如一 没有再回到过往 坚持住 因为他深深知道 在奔跑天国的 奔跑天国路上的结果 主耶稣有为他预备一个荣耀的冠冕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真教会的信徒 应当要去秉持的 所以我该看重什么 世上的财富吗 过往的虚化吗 还是自我呢 相信都不是 那在我们心中 有一把属灵的尺 会去做衡量 有一台属灵的衬 会去做 会去做称重 会去做看什么是轻的 什么是重的 来告诉我们 那以上 愿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 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 愿大家在信仰的路上 都能够坚持 都能够始终如一 都能够看重 主耶稣所要我们看重的一切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唱诗